磁場的使用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面和電廠一樣 我們在電路上面有三個元件是我們常常用的 這三個元件不管哪個電路 你通通要用到的 一個就是我們的電阻 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電容 這是這一磁場的情況之下 你要儲存電能 你就要用電容把它儲存起來 那對於磁場呢 你相當也會有一個儲存磁能的元件 這個就是我們的電感 OK 所以整個電路啊 就是你R C L 合起來所有的電路元件的部分 好 那在之前 我們已經講過 電阻 電阻呢 是跟什麼 長度成正比跟 這個結面積成黃比 它是跟形狀有關係的 然後呢 然後呢 電容的話呢 電容的話呢 它的定義是什麼 多少 V分之Q 好 那它是會跟 potential有關係 potential difference有關係嗎 跟它所帶的恰恰有關係嗎 跟它所帶的恰恰有關係嗎 都不會 那它跟什麼有關係 也是跟形狀有關係 對不對 同樣的現在我們要看到的電感 跟這兩個東西 也有一樣的性質 只不過 電感這個東西啊 比它們上面兩個 更加的複雜 為什麼 因為 電感呢 它分了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 质感跟負感 所以 我們平常 我們的電路元件啊 你在整個電路裡面的話呢 不要看我們這個磁場喔 只要你有 你有回路的地方 你就會產生磁場 你只要你有產生磁場的地方 你就會怎麼 會引起 其他的感應 那 這個感應是怎麼來的呢 就很簡單 我說我現在有一個 回路 那這是C1 那C1的回路呢 當然 基本上面 我有flux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OK 這flux 就是單一個回路 你有flux 那 沒什麼好爭議的 但是這個flux啊 不是 只有影響到它自己而已 其他的回路 其他的回路 只要是這個電力線 通過的地方 那第二個回路 C2 C2 就會受到這個flux的影響 我現在我現在先不要畫 我現在先不要畫 免得你們誤會 只要有一個回路 這個回路呢 裡面可能沒有電流 但是 只要有flux通過它的時候 這個回路就已經是什麼 已經不是它本身了 就被改變了 那 它改變的是什麼呢 我們看到 我說 C1的 Current 這個回路 這個回路裡面所帶的 I1的Current 那這個I1的Current呢 產生的是V1的場 那這個V1的場呢 它在C2的回路裡面 會有一個這個flux 這個flux是因為C1 所產生的flux 通過C2的回路 所以我說 這個flux的場 來自於什麼 C1所產生的V1 然後 flux本身的大小是場 乘上這個場通過的面積對不對 面積是誰的 C2的 這樣了解嗎 這個不是 這個場不是它自己本身 場生的喔 是因為外面的人來干擾它的喔 OK 所以 你這個flux 我們說它是腹感 它是腹感 它是腹感 好 所以我們現在每一個同學 你只要你身上是有什麼 有金屬線 然後有一個導線 圈圈圈圍起來 你就再接受什麼 別人給你的 護感 就是Mutual Flux OK 那這個 得到的一個結果 這個得到的結果 我說 它得到的結果啊 如果它是I1是穩定的話 假設I1是穩定的 那就沒什麼關係 反正它就是穩定的通過它 沒關係喔 如果I1是不穩定的 它是隨著時間在改變的 那你這個Flux 就隨著時間在改變 那我們在之前 你們在大於普通物理 已經學到了 就是說 只要一個軌路裡面 內部的Flux 在改變的時候 它會產生什麼 感應電動式 那這個感應電動式 就會產生在 這個C2上面 所以 你可能 你根本不知道 你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你有一個感應電動式 產生的 因為是誰 是其他的Source 感應你的 OK 所以對 磁學來講的話 它如果I2是時間的 I1是時間的函數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也是時間的函數 就會有感應電動式出來 好 那我們先不談它的感應電動式多少 我們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說 FIRE E2 它的大小 其實應該是 跟I1 的值 成比例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I1的值 直接是跟V1 成比例 那我們把它積分起來的話 它當然是跟I1成比例 那我們看到這個比例啊 的常數 OK 這個比例常數 就是我們所稱的 護感 好 這就是我們所稱的護感 然後我們看到 我們剛剛所舉的例子上面 就是C2啊 基本上面是只有一圈而已 假設 在C2上面 有N圈導線 那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Flox shrinkage 好 你這個Flox shrinkage 是等於多少呢 我們說 就等於N2的Y2 所以我們平常我們把這個Flox shrinkage 叫做Lambda1 2 換句話說 你現在的Lambda1 2 一樣的是跟I1 是成比例 那 那 嚴格的講 我們把Flox shrinkage 對I1的比值 就是我們的 護感值 也就是說 這是In General的 Flox shrinkage Flox shrinkage 除上I2 對不起 對不起 I1不是I2 OK 所以我們看到了 這個就是N2 Y1 2 的I1 就是我們的 護感值 那這個護感值呢 電磁學的問題裡面 甚至於電路裡面 最難處理的 因為 只要有一個回路存在的時候 你從哪裡來的 Flox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也不能避免 只要我有回路存在 我就不能避免它會穿過我的回路 那 不能避免穿過我的回路 我就有感應電動式產生 這是 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那 再來的部分的話 你現在這個是 不感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一個 更 In General的 一個定義的部分的話 如果我把 這個 L1 1 2 的部分呢 我直接就可以把它定義成 n 1 2 跟 I1 之間的 這個 微分值 所以 我也可以直接把它寫成 N 2 5 1 2 第1 1 OK 好 這是另外一個 更 General的定義 那 當然 這個部分的話 是 我們常常比較拿來用的 這完全是覆蓋 那 我們說 有可能 我說 有可能的部分就是說 我 Fy1的 所產生的東西 感應我本身 因為我Fy1 I1 產生的 感應了我C1上面的東西 影響了我的C1上面的東西 那 這個部分我們就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說 Total Flux 由於Flux 通過 C1的部分 OK I1 通過C1的部分 是等於多少 那就是Lambda EA 那就是 N1 我說 有 在這上面有N1 渣 OK 那 N1 乘上 Flux 這Flux 是等於 因為第一個 C1的電流 有引起 C1的 這個Flux 的 大小 那 N1 5E1的部分 你 確定的一件事情 我 非常是 清楚的就是 5E1 一定會 大於 5E2 這是 無庸置疑的 因為為什麼 我們說 這個Flux 通過它了以後 它會 發散掉 那我們的 C2 到底多大 它你都不能 完全包含它 所以我們說 5E1一定大於5E2 這是 沒有什麼好說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項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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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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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2 也会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势 那这个感应电动势产生在哪里 产生在这个flux 在这个I1的current上面会影响的 所以你在讨论flux的linkage的部分 你不止有负感的部分 你也必须把质感的部分拿来讨论 那有一个事实是说 我们质感的部分是一个质蛮大的 负感的部分就会跟什么 这个物体的形状 跟这个物体跟它 这个loop跟它的距离有关系 OK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刚刚看到了就是说 其实你的intuptence 它应该是会跟你的形状 OK 会有关系 那也会跟你的μ值 有关系 然后你怎么安排 这两个 loop怎么安排 你的空间怎么安排的部分 也会应该有关系 这是你可以想象的到的 那我们接着我们后面的部分 我们就会来看一下 我怎么去把我们的intuptence 把它计算出来 这是我们接着我们要探讨的主题 好 好